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支持团现在给他们起名叫黄瓜 然后在成立大会上还高喊着口号叫黄瓜拌凉粉 我的观众叫豆皮 基本上都是凉菜系列 没错 这个很珍贵 所以其实建祥我觉得是个很有感情的男人 从一个细节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亮影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 没有 我才认真的听你说话 我们俩主要随时要提防你挖一个坑把我们搁进去 然后埋了 对对对对 你看现在说的就挺同声同气的 我就讲 我的朋友跟他接触了之后 才发现 那天还给我打电话 说问我晚上干嘛呢 周末 我又在屋里看书呢 他说哎呀 我发现这个你们这个主持人呢 我跟黄建祥一接触也发现了 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 我以为说是在夜店里或者怎么夜夜声歌呀那种 他说你知道吗 黄建祥每天晚上说什么十点钟睡觉 红女儿上床睡觉 女儿九点钟就睡了 就实际第二天一大早起来送女儿上学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父亲 咱们来看看这个照片 我们我就看这个观察细节 哎呦你看 当然我们是有意的啊 不能出人家的脸 就是给女儿穿衣服 这很正常 任何一个任何一个父母都应该这样对自己的孩子 这没什么 这是参加那个 呃 雅鹏和王妃那个燕燃天使基金的那个慈善晚宴 要求都带孩子去 对对对 这个负责人叫马家是井干山的太太 是我认识十几年的朋友 没错 我们都拿他当哥们一样的 他就说 他说那个你要带孩子来 我说我这情况比较特殊 我说我能不能不带 后来他说那算了 你要不带就不带 然后呢 临近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我又我又征求了一下我前妻的意见 我说人家要求带小孩去 因为小朋友呢 每个人去的小朋友要拿一个玩具 捐给这个有这个毛病的小朋友 我说如果我不带孩子去呢 这个孩子先爱心 先玩具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我说而且所有的嘉宾都要求带孩子 后来呢 他答应了 他说你就带去吧 哎 因为我们 我是怕别人说什么 你又拿女儿作秀啊 而且把女儿的照片发到这个报纸上 或者网络上呢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对孩子 会有不安全的 你是这这台港那边的明星 特别一就窜了 就担心的是就一露面被绑架 对对对 我也有这个担心 而且会对孩子的 对于在幼儿园上学或者怎么样 对他造成一些不利 我们总不想 因为大人知道 一旦成为了公众人物 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对吧 但是总不想让孩子从4岁就变成一个公众人物吧 所以呢 要征求他妈妈的同意 他妈妈同意呢 我就带他去 然后我女儿特乖 我就说这绝了 我没有敢跟他说 我说女儿 遇到有人拿照片机拍你 你就躲着 我怕这么一说 他紧张 我如果提前给他打这个预防针 他就紧张 就不去了 所以我没敢告诉他 结果呢 人家自己 有天生的这个预警系统 记者们哗啦一上 人家啪啪小脸一别 往爸爸这一藏 所以记者们很难拍到他正脸的 特别清楚的照片 这就是个明星胚子了 我跟你说 这么小有这意识 谢谢 谢谢 最近呢 我周围的这个朋友啊 凡是生了女儿的 都有一事的 我就觉得啊 第一 就过去不管怎么玩的 现在见不着人了 然后第二 所有人手机上 就是一来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认识不认识 把我女儿的照片 看一看 给你发过去 给你发过去 特别引以为豪 然后呢 说的一句 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点 就是我女儿啊 这咋美人啊 这将来肯定是美人啊 我说那怎么就看得出来 说实在话 有时候我抱着他女儿 说你就看他爸爸就行 说美人 然后共同的一句话 就是将来 谁要娶了他 我给他一刀的心都有 这比我还过分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将来 等我女儿长大成人 交男朋友的时候 这头一个进我们家门的 他的男朋友 我真有拿棒子揍他的心 还有我女儿出去玩的时候 我得后边别一电警棍跟着 防止坏人靠拢 没错 但实际上你防不住 你就把他教会了 让他明白了 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能够看出不同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 基本的教养 这是最好的防护系统 比什么都管用 这可太难了 即使像小布什 美国总统 最近你知道他说什么呢 说他头发白了吗 他说我头发白了呀 不是因为国家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这俩女儿 太闹心 太闹心 发头啊 头发白了 亮影这个 谈这个话题 没共鸣了 亮影有妈妈 大家都有 亮影的妈妈 好像比你还火呢 对 就是我 本来以前 我是很喜欢跟我妈一块 逛街啊 或者上菜场啊 那现在出去 哪怕有时间 有机会能够上街去逛 我都不敢跟她一块 因为通常别人是先认出我妈 然后再看到旁边 看着像我 那么你妈比你还有名 比你上镜率还高 因为我比赛的时候 五金三我妈是在比赛的现场嘛 哦对对 那会好像所有选手的妈妈都去了 然后后来下来的时候 我妈好像 有那么几次机会 跟两本一起拍照 然后有些照片 好像网上也有 然后也有以前 在成都的那个像 像成都的歌友会 还是什么时候 拍到我妈的照片 后来我的活动 我妈都不参加 我的父母也被 连我妹妹都在那 也被记者打电话追着问 问这问那的 问什么的都有 我有一个特色 我就给他们一条规矩 什么都不许说 电话挂掉 永远是这个办法 我妈以前就比较笨一点 别人问她什么事 她特老实 问她 Lane这几天在不在家 我妈就在不在 她就老老实实实回答别人 我在什么地方工作 做什么事 有时候我妈知道 就老老实实的跟别人说了 不能说妈妈笨 就说妈妈老实 缺乏对敌斗争经验 我就说她老实 对敌斗争经验 你知道当年足球队 一起拉到昆明海耿基地 集训的时候 一个基地里住着 几十个国内足球队 你知道基地门口的 大标语写的什么吗 写什么 防火防盗防记者 防火防盗 我跟你说 这话后来 在大学校园里改成什么 防火防盗防师兄 女生的 女生之间说的 防火防盗 一般师兄都容易找小学妹 防火防盗 防师兄 我就说这个还真是 你像我原来在节目里 经常会讲一些 我家里的事情 最近我这次回家 彻底都过废了 我才知道 原来我爸 我妈妈忍辱很久了 你知道吗 但是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有关 两口子 因为他不习惯受人注意 你这有点像 你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比如说拿谁开心 都说什么我二大爷 我二大妈 什么我们家隔壁 然后问你们家住 哪条街几号 他说一号 一查 没这号 都是这样 他只能拿自己开心 他不能拿别人开心 对 包括我说我哥 我后来一想起来 我那天后悔死了 对 那么大厅广众之下 他们也不是这个行当里的人 他们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而且他们周围的人也理解不了 你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只是一个 没错 为节目是个材料 你比如说 讲爸爸可能跟常理过去 有些矛盾 对 咱就没想到 但是你知道 父母亲 我觉得背后还议论 说咱这孩子 他实在 跟人说话 就交心 拿咱们开涮 他会这么想 但是给家人造成的麻烦 麻烦太大了 因为他们还生活在那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特别难办 我记得我听张艺谋有一次活动还讲 不是好多人骂他吗 他有一次看见一个细节 我觉得不知道是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 反正不是很热络 但是他有一次回家 看见他爸爸 一页一页的把所有报纸上骂他儿子的文章全剪贴了 那一瞬间就崩溃 这不是滋味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建祥 你觉得你女儿 当然这都不用说了 跟我们讲的女儿多可爱 我女儿特别乖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他 我经常会有时候觉得他会不会是委屈着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像一般的小朋友 他会有不高兴的时候 会撒泼打滚 比如说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不干 你不让他干什么 他就要干 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过 特别乖的一个孩子 就是很讲道理 他甚至会跟我讲道理 你知道吗 他会跟我讲道理 然后我会有时候跟他承认错误 是这个 他说你生爸爸的气了 他说我不生你的气 我跟你讲道理 特别好的一个孩子 就是一个 当然可能每个父亲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天使 女儿是父亲的情人 对 但是我曾经问过 我还问过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一对双猫胎 对 这个都是女儿 我今天就犹豫 我说到底要不要生孩子 就生个孩子之后 会不会就咱自私 就我的生活会被剥夺一大部分 他回来跟我说 他说其实是会的 是的 你总是要拿出一大部分 是有代价的 但是你是心甘情愿的 你获得的回报 你自己 其实你不指望从孩子那得到什么 但是你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充实 甚至说对心灵是一种陶冶 有的时候你看着孩子的眼睛 你感觉到在受教育 你会被震撼 这个是 像孩子学习 对 是这样的 比如说像你这么忙 你还带着孩子 这忙的过来吗 我就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都多陪他 尽量都多陪他 但实在有的时候像咱们录节目 错过了他的放学时间 就只能让阿姨去接他 或者让我父母去接他 然后在他晚 我一般晚饭前后这个时间 都留在家里 因为这是我跟他在一起 相聚的最好的时光 最快乐的时光 等到九点钟他睡觉了 我再出来见人 或者说 出来见人像个动物似的 对 有的时候约着采访 或者约着谈事情 谈工作 开会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看看书 备备功课 怎么样的 都是这样 早晨我尽量都起来送他 除非是头天录像录到三四点钟 实在不行了 只要能起来 我都起来送他一下 因为你说孩子跟你是一生的 有关系 但实际上 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真的没多少 你每次跟他在一起 你看着他的样子 跟他说说话 你都会觉得 多大的困难 多大的委屈 你都能够坚持过 我就曾经听一个老先生说 他就说拿很多照片 你看小老虎 什么东西 小的时候 你抱着他很喜欢 但是他一长大了 大老虎 你没法接近了 对吧 他说这个人 也是这样 往往你要特别珍惜 你孩子小的时候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会过去 说实话 你现在不跟他待在一起 等他大了 像亮影这么大了 你想跟他在一起 你轮不着你了 人家天天出去玩去了 亮影你就 天天出去会男朋友去了 没错 有自己的朋友圈 朋友圈的生活圈子 有自己的工作 你想见他 到那会儿就像我父母 现在想见我一样 天天眼巴巴的 想见我 想让我回去吃顿饭 我没那功夫 真是 你妈妈有没有抱怨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少 我妈不抱怨 我妈抱怨我烦的 怎么这是什么新时代 年轻一代 我妈比我潮流 我妈比我年轻 连妈都跟咱们不一样 怎么讲呢 你们所想象的是 父母每天打着电话 问儿女会不会来吃饭呢 你现在在哪呢 你跟谁在一块呢 我们家是反的 我给我妈打电话 你在哪呢 你跟谁在一块呢 你会不会来吃饭呢 真是 新一代 现在时髦的叫多年父子成兄弟 多年母女成姐妹 对对对 它是这么一种关系 我在家里边 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呢 我妈说 我在外面 我说你当然在外面 因为我在家里面 你当然在外面 你说了 你妈妈到外边混起了 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妈现在 因为她身体不好 我不想让她出去工作 而且我也觉得不安全 我觉得她在成都 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然后跟亲戚朋友一块 出去拍拍照 公园里去逛逛 或者家里人打打麻将 放松一下 怎么都好 就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只要是高高兴兴的 然后就养成了她这种 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习惯 我怎么觉得 你说妈好像母亲在说女儿似的 反过来了有点 希望怎么安排她的生活 因为很多年以前就这样了 因为我以前 可能跟我妈见面的时间 也就是晚饭的时间 真的也是这样 就我 因为我早上起床 稍微会晚一点 就前两天 我上课已经是下午的时间 下午上课回家 也是吃晚饭的时间 跟我妈见面 然后晚上吃完晚饭 然后就是晚自习 晚自习完了 就是上班 回来我妈已经睡觉了 这是一种现代的 你觉得男人 本质上适合照料孩子吗 很小的孩子 不适合 很累 很 就是 就是我女儿经常会告诉我 老爸 你又把这个事情忘记了 你又把这衣服穿错了 这个 这个 但是我已经是很细心的男人了 这个 这个是公认 这个我可能有点侵害眼色 但是我确实好奇 你可以不说 就是我 我理解一般这种离婚 不是孩子 好像一般是归母亲吗 这个我 我不是 你 你为什么 只能理解为他妈妈让着我 因为知道我对这个女儿的 这个感情 特别的 而且 这个 这个孩子不管跟谁 其实他永远是 他的孩子 也永远是我的孩子 即便你们将来各自都成了家 这个血缘关系在这 对吧 孩子永远管他叫妈 永远管我叫爸爸 所以说 跟谁其实没关系 而且周末都回他妈妈那去 周末他妈妈接走 跟他妈妈度周末 现在你看很多人都说 就说是父母亲的这个离异啊 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可是现在啊 那我听的老师说 一个班里已经有60%的学生 是父母离异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反正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你说有时候啊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会 比如说看着这个孩子 这几天跟自己 到周末又去跟妈妈 会不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呢 反正我是经常有这种 对不起孩子的这种复旧感的 经常有 所以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尽量的多陪他 尽量的都和他在一起 让他觉得爸爸跟他在一块 他会安全 孩子有时候也会有流露的 他会 现在的小孩很聪明 他心智开得很早 你不要以为你能骗得了他 或者说你不要以为 他没有大人的这个情感 虽然他还是童心多 他容易容易被哄开心了 把事情忘掉 但他也会有一个人 忽然想到的时候 他会不开心的 你能感觉到这种对他的影响 我女儿经常为我们俩的事跟我谈心 跟我谈判 啊 谈什么呀 对 我女儿会 老爸别理了 复合吧 是不是 跟这么谈吗 不但那是成人语言 但他用儿童语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啊 对对对 你女儿好像才上幼儿园吧 四岁多嘛 好像现在就真早熟啊 这是 我总是要跟他平等的交谈 就在生活上你是要照顾他 但是在人格上你是跟他 我跟着我女儿是完全平等的交谈 完全拿他当一个人来 当然你要考虑到小朋友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接受能力 但是你一定要很尊重他 我认识一位这个父亲 我就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有点怕要孩子 说老实话 我老觉得这个孩子带来的就这辈子 究竟是喜还是悲 你比如说他跟我讲 说孩子要上伦敦去留学 这个父亲呢 跟着过去 在那一起住几个月 跟女儿到处找学校求人 给租房子 甚至是买被物 把这个牙膏牙刷都给买齐了 就这样最后离开 他得回国了吗 到机场 他就说 我觉得那父亲的背影 他就转过去 跟女儿哈哈笑着 一转过去 走向安检口的时候 眼泪哗啦哗啦哗啦 这是可能是比较东方 或者比较中国式的 家长都是保姆式的 其实孩子应该有一定的独立的生活能力 和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思考能力 当然每个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都一切都照顾好 其实我对孩子呢 就是说在思想上 人格上比较尊重他 但是我不是很 什么都惯着他 比如说 有些事情不能做 或者比如说他想吃糖 不让他随便吃 就你一定 有些事情是要跟孩子逆着来的 但是你要把道理讲给他 他还是能接受的 然后等他大一点以后 我觉得在生活上 还是要让他有独立生活能力 交给他自己做事 比如说自己刷牙洗脸 自己穿鞋 系鞋带 怎么的 一点点来 不能说因为爱孩子 就把孩子给溺爱了 溺爱了 他的生活能力 包括这里的能力都下降 其实对孩子没好处 建祥真是刮目相看 将来我有机会当爹 我得向你取经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今天建祥到我们这第四出了 第四回了 而且特别感谢亮影 把你们俩凑一块不容易 全国多少八卦记者羡慕死你了 羡慕我是吗 多少个八卦节 不是娱乐节目 我都羡慕死你了 你知道吗 真是真是太难得 我觉得要不一周就播这一集 天天播五回 我按照不过也可以 不过今天咱们讲的这种亲情的感觉 我觉得倒是让我想起 我前一阵看的一个片子 地起鹅日记 你刚才讲的很多东西 让我觉得是人的一种 动物的这种本能 你想地起鹅 我就发现 他要从海里出来 在大冰盖上走几个月 然后几个月的时间生下蛋来 公的起鹅就孵着这个蛋 母的起鹅又走几十天到海边找吃的 吃饱了之后 等着母起鹅回来吐出来 喂吃 然后换班 母起鹅孵着这个蛋 公起鹅又走几十天到海里 再去吃 吐出来给孩子 哎呦 我很有这个感触 电影呢 对 我也看了这个电影 是吗 对 你当时有没有想起自己的父母 有 为什么 其实我 我想起来是我外婆 因为我小时候基本上是我外公外婆 把我带大的 那时候因为爸妈都上班 然后我就周末的时候 我妈过来把我接回去 然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 我就在外公外婆家里 然后那个时候我外婆就每天端着饭跟着我后边跑 因为我小时候特皮 就那种特别不乖的小孩 就是那种 也不是不乖 就是他们 有性格 没性格 我绝对没性格 就是我就只吃定我外婆 那种 外婆最疼我的 然后 就想起来一顿饭跟着我 我外婆特别胖 外婆家出六楼 跟着我从六楼跑到一楼 然后在院子里 吃一口我就跑庭院 吃一口就跑 可怜天下外婆心了 对对对是 你觉得这个孩子啊 跟外婆 跟爷爷奶奶 跟爸爸 跟妈妈长大 将来对她的成长 会很快 是 我来说 不容易